主啊我们称颂你 你配得所有的颂赞 你为了爱 道陈肉 ciert 受苦舍命 你的死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全世界 不再受罪恶的捆绑 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你实在配得我们一生的敬拜 父神啊我们要敬拜你 因为你是我们四围的盾牌 是我们的荣耀 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 我们躺下睡觉 我们醒着你都保佑我们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亲近你 等候你 我们的心要全然仰望你 圣灵啊 我们要再一次同心邀请你来 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在敬拜当中 再一次来经历圣灵的大门 圣灵啊 我们不要让你在角落里叹息 现在我们求你将我们的心 全然转向你 求圣灵卸下我们的重担 挪去我们的烦恼 让我们单单的来渴慕你 主啊 在我们当中 有身体遭受病痛 心里失去平安的弟兄姐妹 恳求主怜悯 医治 我们深信压伤的芦苇 你不折断 江蝉的灯火 你不吹灭 即使是因为病痛 而无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同样保守看顾他们 主耶稣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常常会迷路 我们常常会想要走自己的路 就是那宽大好走的路 但是往往越走越迷惘 谢谢主耶稣 总是在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 指引我们 我们确信你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你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谢谢主耶稣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主里 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 主啊 我们要以诗篇二十三篇来向你祷告 你的话语这样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你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谢谢主耶稣 彻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如此真心诚意的向祢祈求 都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坐 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愿神祝福我们听他话语的 又去行的人 接下来讲到 我们要请先 谢谢大家